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六点四十 天还没有亮 我和老王已经收拾好 站在街上等车了 今天我们去北边六十公里的北极村 一路向北啊 到达这个我国最北点 现在呢 这个等在等司机来 现在人少 过两条也就是 这趟车太早了 主要是 太早就为了是北极村上班的 对对对 大部分旅游的去玩的就赶着十点 十点半那车 对 十点半就过两点那车去 因为我们平时早上醒的时候 也就六点多周 就想着做这个得了 对 我们现在正坐在前往北极村的巴士上 去往北极村的巴士一天有三班 我们坐的是最早的一趟 早上七点发车 因为我们想早早的到 把一天时间腾出来在北极村逛一逛 因为很早啊 所以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车票是25块钱一个人 50块钱我们俩包了一辆巴士车 现在天刚刚有点亮啊 光线还不是很好 还得半个多小时 可能会到北极村 这一路上都是茫茫的雪原陵海 没有什么人家 都是森林 大西岸岭 我和老王现在正式进入北极村了 一个小时就到了 路非常好 买完门票才能进来啊 这个村跟雪村一样 门票全票是68块钱 如果有优惠票的话 他就半价 70岁以上的话就免票 我们现在往村子的中心走 我和老王现在已经顺利抵达了北极村 现在比较早啊 街上没什么人 很多店铺也都关门呢 我们现在要去住的地方 先把行李卸下来 然后暖和暖和 等天再亮亮 我们就出来一起逛逛这个村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道叫北极大街 是他们这儿的一条主街道 其实这个村子乍一看 大概也能感觉出来是什么样子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稍微商业化了一点的 东北农村的感觉 他没有雪乡那种打造的那种美景 他就是很普通的一些木房子 砖石房子 开的店铺多了点 其实大部分人来这儿 也不是图他这儿的美景吧 大部分人来这儿就是图了一个名声 中国最北的村子 这就是他的一个卖点 看这边的温度啊 可能很多朋友会关心北极村的温度的桌上 现在肯定我肯定的告诉你 现在的温度应该是在零下25度左右 因为这儿的最低温度已经接近零下三十二三度了 所以现在的温度应该是零下25度应该是没有问题 你看我和老汪 眉毛结巴上了衣服上 全是说就在这儿走了能有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不到 就这样 出出来的哈气立刻成熟 我们现在就是人工雾松 现在八点半多了 这边的太阳才开始升起来 小村显得很漂亮 很静谜 前面这个农家院就是我们今天订的民宿 叫茂园客栈 看看从哪里进啊 他们这儿很多都是把自己家的大院房子改成民宿了 然后也不贵 一百多块钱 标间 大床房 什么都有 一会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我们到住的地方了啊 给大家看看我们住的地方 一百一十多块钱 看看是什么样的条件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间 就是民宿啊 就是他们农村的房子 然后改了 床备单都还挺干净的 然后收拾的也挺整洁的 这还有暖气 暖气他们自己家烧的也很暖和 有电视 有一个置物台 然后还有独立卫生间 卫生间还有热水器可以洗热水澡 然后都很干净 你看 然后也没有什么异味 这个地方 很多像雪香啊 还有这种北极村啊 他们我看这个这儿的民宿收拾的都挺干净 所以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去雪香的住宿是什么价格 其实你现在来 目前来看一百多二百多的很普遍 那你想住好的酒店的话 那大几百的上千的也有 当然我像我们这种背包客来讲 穷有的方式来讲 住这种就已经很 可以了啊 因为我们就住一宿 也不是带家人 也不是带什么男女朋友来 所以就足够了 暖和干净卫生舒适就足够了 现在是上午九点半了 快十点了 我跟老王现在准备出来在北极村逛一逛 现在的室外温度是零下25度 我们要沿着这条路 一直往前走一公里不到 就到中国最北端的界碑 还有他们这儿的地标式的广场了 咱们往前走都慢慢看了 现在咱们走在一条林间小道上 两边都是松树林 再往前走呢 就是到黑龙江的岸边了 黑龙江的北边就是俄罗斯了 所以这是中国的边境地区 这边境管控也比较严 防火管控也比较严 所以来这儿不让飞无人机 因为是边境地区 所以以后有朋友来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点 不要触犯了中国法律啊 我们沿着这个林间小公路行走的时候 看到路边有很多动物的脚印 在这个雪地上 这个动物 首先这个脚印一看就不是人的脚印 人的脚印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这个像是有蹄类的动物 就是那个袍子啊 或者什么鹿的脚印 特别多在这个林子里头 所以这个大庆安岭地区 包括北极村附近 这个林区里边 应该是有一些鹿或者是袍子 在夜间可能活动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叫北斗路 北斗路直通北字广场 那儿有一个中国最北边的一个标识牌 看我现在的胡子上帽子上 全是霜 这温度有多低 看看老王 看老王 全是霜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中国最北点的一个通控的地带 是一个小光场 一个停车场 看到前面那个山了吗 那个山就是俄罗斯的山了 因为它在山下面有一条江 就是黑龙江 我们现在走到黑龙江岸边去看看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黑龙江的岸边 大家看 这条结冰子 就是黑龙江 江的对岸就是俄罗斯 因为黑龙江是戒河 但是它这个国境线 这个国境线这个位置没有铁丝网栏着的 什么也没有 就是那边有铁丝网 然后这个位置 因为是开发观景台了 所以它没有按铁丝网 但是在江面上中间冬天会插上旗子 那个就是国境线 你可以在江边上走 但是你不能跨越国境线 你跨越国境线 就是违法犯规的 就属于偷渡了 这就是冬日的黑龙江 第138号戒备 好多人在这个跟戒备合影 这里呢有一个北字广场 这个北字呢 是在各个角度看 它都是一个北字 是一个小篆体 它取自清代的一个书法家的作品 立在这个景区的最北端 中国文化 中国元素很浓郁的一个雕塑 我们终于找到北了 这个就是中国的最北点了 你可以在这儿拍照 老王 你找了七十多年 终于找到北了 还不开心 我们就去前面了 这是中国最北卫生间 老王进去撒泡尿 我在外面等他 怎么样 在中国最北卫生间撒了泡尿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 很好 再使点劲就尿到俄罗斯去了 这个北极点的观光区 就是沿着它这个木栈道 可以绕一个圈行走 我们是从它最西端进来的 然后沿着这个步道 这个林子里面 就可以走回到东边的村子 还是比较方便的 不用走回头路 咱们在这个北极定位广场 这有一个指南针大勺子 能推动 一会让老王和我 咱们一起推下 看看今年的运气怎么样 因为它这个地上有写着 有福 路 健康 爱 还有各种各样的 老王你先推吧 使劲 好一次啊一次性 哎我 推不到吧 你重一来 好我准备好啊 重一好 期待 哎呀这个好像一下就只能推到一个啊 推到了个质和财刚才 那那我肯定也推不了多少 推到四 来来我试一下 我来一下啊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在干什么 这 哎呀 我再来一次 不行 再来一次 不行 大家我也得从一剛才你那推 呵呵呵 从你那推 但是我估计也跟你一样 因为这个推不动 嗯 我爱开始啊 爱财 质 受 色 我们又来到了江边的一次广场 这个叫北极神州广场 神州北极广场 然后这有一个身在最北方 心向党中央 这是祖国的边陲了 离北京2000多公里 然后这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 双龙系珠的雪雕 还挺大的 你看跟那边的人比 龙的后边就是黑龙江 黑龙江的对岸就是俄罗斯 我们现在一直沿着黑龙江在走 给大家看看我胡子上结的冰 都弄不下来了 全是呼吸的冰 像雾松一样 走过这个吊桥 我们就回村子里了 走吧 上面是不是有点陡啊 别滑倒了啊 这个吊桥好像是有点啊 会来回晃悠 这个就是中国最北的一户人家 还挺大的啊 都是木头盖的房子 你可以在这买特产 住店还可以吃饭 从这个店向北再走个一公里 不到就到黑龙江了 然后从这个人家呢 向北看 北边的山就是俄罗斯的山 所以它是中国最北的一家 在它的北边还有个卫生间 这还有一个中国最北的一家店啊 关门了 咱们现在进中国最北的一家店啊 中国最北的一个人家 他们家开了一个大超市 里面好多 好多衣服 衣帽就地域特色的一些东西 看看还有卖啥 都是一些大皮帽子 还有俄罗斯的一些旅游纪念品 比如俄罗斯的虎铺 还有这个是山户啊 我看看这个 这个是木耳吧 好多眼蘑菇啊 还有蓝梅 我和老王逛完了北极点 现在回到村子 北极村 带大家看看北极村是什么样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 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地方 它虽然开了很多民宿 但是本地人就生活在这 所以你感觉不到 它这有太商业化的东西 还是可以的啊 这就是北极村的中心商务区了 雪雕 这都是餐厅啊 然后各个银行啊 还有便利店 这就是他们这的村子中心了啊 还有邮政 这应该是中国最北的邮局了 在村子的中心呢 有一个供销社 看这个供销社是1977年10月份 就建立在这了 北极村供销社 看还写的是那经营的什么东西啊 野生的山货 蓝莓酱 衣服 蔬菜 等等 进供销社看看 这老门 这老门都有年头了啊 都成古董了 您好 您好 过来看看 供销社 这是老供销社是吧 这开 从77年一直开到现在 17年是这个房子 是这个房子 对 摆设还在你家里面有一个摆设 这个你应该觉得很亲切 这个都是五几年开的 五几年开的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摆设都是这样 供销社 从哪来啊 我们从先来 看一看 看看供销社是啥样 这个 这里面的摆设跟以前的摆设都很像 很有年代感 这个上面的装饰画都是老的东西 不是现在后加上去的 六七十年代的 然后最新的一个也是八十年代的 这都是老物件 都可以进博物馆了 这就是北极村的村头 入口处 这有一个写的大大的北极村三个字 然后呢 这还有一个雪房子 这个雪房子里面是漏空的啊 现在看看 在这里面可不敢大声说话呀 别震塌了 震塌了 我就被 埋在里头了 嗯 在这种极端 寒冷的地方 如果在野外的话 自己搭建一个这样的雪房子是非常保暖的 因为它可以把你的热量给储存进来 但你别看它是雪啊 比你暴露在空气当中要暖和多了 看起来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